台东县山源是国内第一个可以让民众在岸上亲近海水鱼的天然海域 游客经常到这里来喂鱼 不过因为游客越来越多 这些人走进了潮尖带会干扰到这些生物的生态 而保护区里的志工最近就在潮尖带的椒岩区 用石头堆砌成一条步道方便游客行走 也希望能够尽量降低对生物的干扰 台东县山源渔业资源保护区 鱼虾螃蟹生态丰富而且还可以喂海鱼 是东海岸很热门的观光景点 但退潮时游客会走进潮尖带细水观察生物 不知不觉干扰到这些小生命 为了兼顾生态保育和观光发展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这个月争取到30万元 请来十多名临时工用海里的石头铺了这一条180公尺长 伸向海中的步道 这个周末工程全部完工 到时候游客就不用再闪避礁石走向海洋 这条海中步道也考虑了潮尖带生物的移动性 每一小段步道都设计有寒管方便生物穿梭 这条海中步道也考虑了潮尖带生物的移动性 每一小段步道都设计有寒管方便生物穿梭 而且游群现在也很喜欢靠近这条步道 这样能让游客跟海鱼更亲近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道